就像人家问我 法师放生 你如何如何 谈了很多 我说你怎么讲都好像对 但是我们就不忍他受苦 救一只 算一只 因为他是母亲 这是我们的愿力 也是我们的知见 一只小蚂蚁 一只毒蛇 都可能是我们的父 当然救他 但是如何救到很有智慧 那当然是要讨论 但是你不能说不要救他 这个动机必须要先讲清楚 所以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分别 他跟我想法不一样 知见不一样 宗教不一样 因为这样就伤害到悲心 那是划不来的 所以有一位老上司说 生命最大的危机 就是你快失去悲心的时候 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那我们必须要时时保持在那种 那种母子连心的 想要帮助他的对象 所以那一天我去哈利法克斯 那个加拿大那边 那有一个老外 他说最大的快乐就是门口看鸟在吃的时候 他每天就在那边看 只是我跟他说你挂得太近了 你一过来鸟就跑掉了 但是因为他就很喜欢 所以我想这是人性 慈悲就见到自信佛 所以各位你喂给鱼吃 你喂给鸽子吃 你看到一个人天津冷 没有外套 你赶快给他穿 你把你的善材寄到一个慈善单位的时候 那时候你很快乐 因为你知道生命有意义了 能够对对方有所帮助了 事实上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感受到生命很苦 所以我们希望减低他们一点痛苦 所以三世诸佛以苦为师 就是要有这个痛苦 但是不能逃避痛苦 我想因为刚刚下午有人问我说 当然很多人去问神通 或什么都可以马上没有痛苦 可能有这种想法 基本上佛陀是希望我们从痛苦里面 去导到痛苦的原因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讲了 四圣体苦疾灭道 那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念下来 知苦 断疾 目灭 修道 所以重点是你要知道 正知见就是说 哎呀反正活的 人也好 神也好 动物也好 都是苦的 生老病死 爱恨别离 身心变化了痛苦 为什么会变化 念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受接苦 这一点可能要不断地去思维 佛陀的眼睛叫法眼 法眼就是你要看清楚 佛陀是圆满看清楚的人 我们是被骗的人 这样而已 因为我们被这些像片 漂亮 有钱 健康 被骗 所以就像我来加拿大也好 到英国反正 大家都很喜欢住一个大房子 前后很大 一个一个 好几一个 然后你就被骗了 这叫平安 因为这个世界三阶如火载 再大的房子 也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是个方便 但不是太平 天下太平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了解 苦的真实 生命的本质 就是痛苦 那痛苦的原因 你要去知道它 去消灭痛苦的原因 而不是要逃避那个人 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无名贪爱 无名就是我执 不知道 不了解因果 不了解四身体 执着有一个永恒的我 所以叫无名 那无名居然对 变化无常的 刚刚讲无常无我 你想要去抓住它 那你就会痛苦 所以 譬如说很简单 谈恋爱是快乐还痛苦 你现在都会讲痛苦 那还没学佛呢 学佛之前是快乐的 学佛以后 这个是痛苦 因为我们以为 以为那个是快乐 就像 现在你生病 你要知道 哎呦 身体是痛苦 对不对 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身体是痛苦 像我现在 刚过生日 现在五十九岁 五十九叫最危险的 再来就六十岁 再来就是 所以我不习惯 人家叫我老人 但是我现在 电视的时候 六十岁的老人 原来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 这个东西 只会让你觉得 那太好了 那更精进一点 因为你没有体悟无常 你就不会精进 所以我常讲这句话 各位都会背来 死亡之前的死亡 各位要努力 在你肉体死亡之前 把那个贪嗔 是生命痛苦的因 把它弄死 如果你这辈子肉体死亡 你的贪欲还在 你的业障还在 那就白来一趟 所以阿罗汉 他们最喜欢死亡 叫涅槃 对不对 但是他想尽办法 要把他的生命的苦因 贪嗔痴 因为无名 贪来就是贪嗔痴 贪嗔痴是来自于 无名 就是因为执着有一个我 我喜欢 我讨厌 有这个观念 所以下午有谈到 修行为什么要修苦行呢 他就要把你这个我磨掉 你不喜欢的 他偏要你去做 你要懒惰的 他叫你来做 我妹刚出家 都是三点二时 就morning call 三点五时要站在大殿 四点要做早课 四点做到五点半 光站就已经够累了 边练任演奏边睡觉 我站着睡 实在没办法 这么麻烦干嘛 这叫磨 连睡觉都不行 模拟那个爱睡觉 我们叫财色 明示睡 都要把它磨掉 所以 因为 这个是痛苦的因 贪睡觉 贪欲望 贪什么 贪什么 所以无名贪爱 是痛苦的因 默灭 所以我们每天要想着 没有轮回 多快乐 没有生脑病死 多快乐 生命的目的 是涅槃寂静 没有痛苦 佛教没有快乐 这两个字 佛教的快乐 是什么 没有痛苦 才叫快乐 佛教没有快乐 有所求 你要去追求快乐 就是痛苦的开始 当你要认为 那个是快乐 那就是痛苦了 佛教唯一的快乐 可能就是慈悲 当你奉献自己 当你被伤害 但是能够帮助对方 那有一点意义 所以要羡慕那种 灭苦的状态 所以你叫修道 那修道 最主要的目的是智慧 智慧就断除坦证 但是你要达到智慧 首先要持戒 再来修定 戒是行为的控制 先让你不要去 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别人 定是心的控制 让你能够抓住他 就像有人问我说 海大法师 你会不会有男女的欲望 会啊 那怎么办 抓住他 不要让他乱动啊 如果我没有那个想法 我就不用修了 如果我没有那个感觉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 别人的苦了 而且我的感觉 要比别人强一万倍 这样你才能够知道 别人苦得不得了 他居然以苦为乐 所以一定要有 有这个苦受才行 所以我讲 那我们要持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什么叫戒 你讲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爱护国家 不伤害任何生命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音 你喝酒也不慈悲 对不对 因为你喝酒 你就控制不了你的心 控制不了你的行为 就会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这个叫戒 那戒 透过外在 你的心里才能够调伏 调伏只是抓住而已 你还没有解脱 只是你忍耐 你控制得了 定 就像各位打坐 打坐脚很痛 很痛 但是你心控制得了 叫定 但是禅定 也不是佛教的究竟 那佛教是希望你专心以后 会 那会就靠我思维了 观察 分析 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他事先打坐 以这种中道的思维 了解 一切的存在 叫万法 都是因缘条件和合的 这里面没有一个不变的 单独自立存在的实体 叫我 或是那个法 什么叫法 家庭 爱情 成功 失败 生病 这些法 它都是因缘和合而已 让你做董事长 让你下台 它只是一个感受 感受 那这个感受 你就会很痛苦 但是感受 感受在哪里 它只是一个感觉 有钱 只是一个感觉 我好给他人 我有钱 他感觉 那事实上 对生活有帮助 对生死解脱 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反而会让你执着 那各位 这个会 那你就要去观察 思维 所以观音菩萨永远 手上 牵手 有一个眼睛 那你要看清楚真相 那佛陀在金刚经说 你也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凡所有相 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假的 比较假 都是像天上的云一样 暂时的 那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你要经常去思维 因为你很少思维这个道理 我儿子好 我儿子不好 我希望 你从来不想 我儿子会死 我儿子是暂时存在的 那我们不想要去想他 我的婚姻永远会好 这个那里就会痛苦了 因为他会变化的 他只是一个暂时的 姻缘的存在 早晚都要分开的 这叫爱别离苦 没有不分开的 没有永恒的 没有永远活着的 没有永远在一起 所以这一点 那我们就要透过 界定的资量 那这种心态 然后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的去分析 所以所谓的禅定 不是光打坐 而是你必须把你周围的一切 看清楚 所以你要花时间 从房子到地位 从家庭到小孩 从你所想的一切 看清楚它 原来它们都是变化 虚幻了 那看完以后 你就慢慢 慢慢的知道 知道不见得修道 因为你还做不到 那你从这里面去了解 原来我 还有这个 卡在那边 执着 所以你要开始 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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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要一直念 你要 我们叫串息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你要习惯 这个叫 接受无常 虽然你爱你的家庭 但是你可以 面对变化 慢慢你就 譬如说 各位要想到 我自己身体 怎么生病了 死亡的过程 我们特别喜欢 去注念 因为从注念 对自己可以修 体悟无常的处理性 我也会 透过注念 我可以关心 对方 而且透过注念 你会更相信 阿弥陀佛 真是有力量 那是通过 通过这些 对自己要有帮助 处理性 就像各位做 布施 佛陀告诉我们 你讲 布施 度千贪 那我们布施 是希望把这个 吝啬贪心的心态 把它拔除掉 要有 这个基本的动机 去布施 我们不能一直活在 哦 我布施十万二十万 我觉得我也有一点伪大 我很会布施 那你 如果这样你就 又沾到那个 我 我在布施 所以叫三轮体空 没有我 也没有你在接受 我布施 也没有那个十万 要这样 三轮体空的布施 所以我想各位 必须要背一些 佛教的名像 透过这个名像 去印在你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想 中国的寺庙 都会写了很多的字 让我们一起去看这个事情 跟我念下来 了事如患 爱心永存 我最喜欢这八个字 也是红衣大师写了 你要彻底的了解 世间的一切都是幻化的 假的 暂时存在 这样你就不会痛苦 但是爱心却永存 永远爱对方 所以回去你可以跟你说 老公 你是假的 但是我爱你 所以你是假的 所以我接受你变化 但是我依然爱你 那这样以后 大家没压力啊 所以了事如患 身体也是假的 但是我们善用它 所以了事如患 那你必须把这四个字 当作法运 全部都看一次 就像电脑一样对着 没有一样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凡所有像 都是虚幻的 都是如患如化 暂时的 因缘和合的 没有单独自立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必须强调 就是说 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加拿大也没有我 没有太阳 没有空气 没有印度人就没有我 没有蜜蜂也没有我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 互相在绑 这个世界只要蜜蜂没有了 全部人都死 因为花草树木都不会开花 人类就会饿死 所以蜜蜂是如此 蚂蚁也是如此 通通是这样 所以很多水库里面 要养一些鱼 不然这个水会有问题 所以 万事万物都互相依靠的 没有单独存在了 那你要去了解这一点 所以 没有个人的我 离开你就没有我 没有空气就没有我 没有太阳就没有我的存在 所以我这个存在 是依靠万事万物而存在的 慢慢你这个自我 本位主义会减少一点 不然每个人都喜欢 我 你要按照我的思想 随顺我的思想 所以越专业的人 越有那种 主观意识强 你就听我的吧 所以观音菩萨叫你 学习倾听 听别人的 别人在想什么 那你要知道他的需要 所以 那我们讲到界定会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 智慧的观照 然后 这个观照 缘起 行身般若波罗命多时 你必须要 甚深地去看到他的 本来面目 你要分析他 分析他就知道 他只是一个 暂时的碳水化合物 组合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七天八天坏掉了 所以 他是无常的 他是没有永恒不变的 所以 所以他叫空 这个也叫空 这个也叫空 你也叫空 我也叫空 那 慢慢你就 那各位要把这个思想 变成你天天了 像我的好处是 我天天必须讲一次 所以对我帮助很大 我天天必须讲一次 然后我的师父要我 每天都要修 心经常观 观之在菩萨 悲变以后 用这个经典 来映照 你现在面对的 自己或社会的一切 你每天都要把它归零 所以这个世间 你透过智慧的观照 就没有真实存在 连这个我 也是一个五蕴 一个身心组合的 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各位 如果一个老禅师说 我胃痛 老禅师说 谁在痛 我啊 没有我哪里痛 老禅师 他没有我啊 照见五蕴皆空 痛什么痛 就像达摩祖师 二组来说 心不安 来来 心掏给我 心在哪里 那二组就开悟了 所以 这个是有高跟气的 但是虽然我们 还不到那个阶段 但是要养成 那个分析事情的习惯 如果你会分析事情 你就很会办事情 为什么 面面俱到 我做这个决定 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你都会分析好 你会成为一个很有细心 很仔细 很有能力的人 那将来就叫你做总统 你就会做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做菩萨 就是要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没有一个佛 没有做过帝王的 一定要做过百千次的帝王 天帝王 转轮王 阎罗王 忽然不能成佛的 但是他们做王的目的 是一种修行 而不是一种得到 但是要有那个福报 你要有那个福报 我今天有机会做皇帝 那是福报 那这个福报是来服务别人的 不是凸显自己的 但是大部分人 他做了一个有福报的人 他是来享受福报的 那享受福报就是损福报 那意义就不大 所以那我们要把每一件事情 都做这种智慧的观照 分析 那为了要有智慧观照 所以刚刚讲 前面要有禅定的能力 那要修禅定的人 不能有欲望 不能爱生气 不能爱昏沉 不能怀疑 不能散乱掉举 你要有掌握新的力量 所以这个不容易 各位试试看 三天不睡觉 你可以OK 代表你的意志力坚强 你可以分析 叫你抄一遍法华经 没有一个字错 可以代表你心很细 那这些是一种心灵的训练 因为你不训练它 你永远都在那个散乱的阶段 生命就品质很差了 所以我想我们追求心灵的品质 在以前来讲 读书第一名读书第一名 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第一名还有一个我在第一名 我们讲的就是看经典 经典是个镜子 那你要文诗修听文 了解烦恼 思维 调伏烦恼 修行 断除烦恼 你要知道什么是对跟错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四圣题 所以戒定慧才可以消灭 生命轮回的因贪嗔痴 然后戒定慧的实践 就是八正道 我们背一次好不好 八正道 解脱道的八正道 念一下 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各位 接下来我不讲 你要自己回去查 因为跟你解脱有关系 这个随便放开书都有 八正道 那是解脱道的八正道 跟菩萨道的八正道 又不一样 解脱道的八正道 正见 是正确的知见 了解万法 都是无常无我 了解四圣题 所以正思维 所以我不应该贪心称慧 乃是伤害众生 免得我痛苦 那大圣的八正道就不一样 正见什么 来 正见众生皆有佛性 正见众生皆我父母 那这个大圣的正见 所以正思维呢 正思维就是四红四圆 众生无边四圆度 我要让所有众生断除贪欲称慧 要让所有众生离苦 我如何让所有众生往生净土 这是你的思维 就变成愿 所以产生你的行为 正业正语 产生你的生命生存的方法 所以那因为动机不一样 所以那至少各位要把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 四圣题八正道 乃至生命轮回的十二因缘 要去思维 刚刚我们要进法师 叫我讲富足的人生 我忘了 法才是富 人穷不怕被孝 不懂佛法还真贫穷 但是还是要讲这句话 你讲有钱真好 因为你没钱怎么来加拿大呢 但是有钱是个修行 有钱是个修行 你没有修行 你怎么有钱呢 所以人家很有钱 你要随喜随喜 人家过去有修啊 修福报 有钱是果 那一定有不实的因 有钱的因 如何有钱 消失的父母 帮助贫穷 供养三宝 所以佛教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长者 他真的是很好心 印度穷人很多嘛 他每天就煮很多稀饭 给他们吃 布食给他们一些钱 生病了呢 给他们一点药 但是穷人越来越多 一百个两百个四百个 变成一两千个 他是在印度不来了 没钱了 他就跑去找佛陀 佛陀 你要我们布施 我们真的很认真布施 但现在没办法了 很痛苦 佛陀说 没有关系 你有这种布施的心 那光靠你的力量 是不行的 这个佛教呢 还有这种福利法利 不可适应 那佛陀说 我教你念一个佛 你要经常念 念一下 南魔 持金刚 海阴如来 佛陀说 这一尊佛发愿 如果有人真心要利益众生 金钱 要 念他的名字 念他的咒语 自然你的仓库就会 很多钱 所以 那这个咒叫宝宇咒 宝宇咒就是 主宝像羽一样 下到你的仓库 让你更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要不要备啊 当然要 但是讲好了 这个钱不是拿来给你买房子咒 这个钱下到你家 是叫你去帮别人咒 你还是要骑脚踏车咒 念一下 哦 哇塞多利 三伯核 哦 哇塞多利 三伯核 哦 哇塞多利 三伯核 他叫 宝宇宙 念一下 启请一下 南魔 持金刚 海阴如来 然后念这个 哦 哇塞多利 三伯核 的时候 观想这些财宝 就落入了慈善单位啊 一些 是在帮助 别人的人 希望他们越来越有钱 能够真实去落实 那这样去念 对自己 帮助很大 所以这位长者就这样 他就开始变得更多的金钱 所以这个也叫什么 诸念一下 无病发财诸 又不生病又会发财 所以 那么此经刚才 我说多理说 各位要背 为什么 不是为你背 只要到人家家里 到人家公司 到人家寺庙 我们都要一直念 像我每次碰到法师 就一直听老师 法师你们发财 信徒有福报 我无关说多理说 除了这个佛力 还要把自己的善根力 布施在那边 因为我们不断的去布施 累积很多功德 各位要懂得回向 回向力量很大 我今天布施十万块 我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众生 哇 那你这个十万 明天就变二十万 后天变四十万 一直到你成佛 你看变得多少 所以回向就是说 你把小小的雨滴 滴到大海里面 所有大海都有你的雨滴 如果你没有这样回向 你这个小雨滴 一下就蒸发掉了 回向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我也觉得很好 再讲一遍 释迦牟尼佛有一天 农历十四号 傍晚在树下打坐 那时候没有人 没有太阳了 就会有五百个鬼 就跑到佛陀面前来 然后鬼在哭啊 佛陀问说 你们哭什么 然后这个五百个鬼就说 尊贵的佛陀 我要麻烦你们 明天啊 我们的五百个子孙啊 我们这些老鬼的子孙 会到你的金色啊 去做功德 去供养三宝 请求佛陀你啊 告诉他们 我们的子孙 我们很痛苦 请他们把这个 供养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 希望我们离苦 佛陀说好 但是有一个条件 明天法会 你们一定要来参加 那些鬼就难过了 第一个进不来 第二个进得来 又怕人家 看到他鬼的样子 因为他子孙在 佛陀说你放心 我会安排 结果隔天 法会办到一半 佛陀说 大家中间让一下 有贵宾来了 他们就可以离苦了 大家就乖乖合掌 愿于所修足功德 回向我们的过去老祖先 结果五百个祖先 马上就升天 在天上放光 顶礼佛陀 大家才知道 原来我们做功德 这样回向力量这么大 所以佛陀就讲了 回向的意义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要得到福报 最主要的功德是什么 念一下 随喜功德 普皆回向 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要随喜 看到别人住大房子 随喜随喜 你福报 看到人家长得漂亮 随喜随喜 不然你会越矮 我跟你讲 嫉妒的人会矮小 我们第一位 随喜随 你不要说 穿那么性感干嘛 你要随喜人家 人家有性感的本权力 没有呢 有些人学佛了 很骄傲 长那么高干嘛 拜佛最好 因为他就是调侃人家 人家长得比你高 也修得比不错 至少那一部分 随喜随喜 所以各位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世界这么多人 在造佛像 印佛经 造佛塔 出家 供养出家人 参加法会 各位要怎么样 来 普皆随喜 那随喜以后 你就具足这些力量 这些最难相信 对方布施一百块 我在旁边合掌随喜 我功德都比他大 所以有一个故事 各位都听过了 那个阿瑟士王 为了修功德 他又办了七天的 供佛摘身大法会 供养 供养 但是 每天供养完 佛陀就说 今天功德主是谁 对不对 阿瑟士王就站起来 等一下 不是你了 就念一个 不认识的人的名字 奇怪 阿瑟士王 不高兴 怎么不是我呢 钱都我出的 第二天 佛陀又念 阿瑟士王 到底哪一位 后面有一个乞丐 因为那个乞丐 阿瑟士王供养 他是乞丐 然后他们供养 出家完以后 就会留一点给乞丐 这个乞丐 拿这个饭菜 哎呀 随喜国王功德 感恩佛陀慈悲 所以他功德比国王大 然后那个来宰相知道了 既然如此 他跟国王说 国王我有办法 功德主一定辨你 然后第三天 饭菜要到那边的时候 派人家打那个乞丐 不给他饭 还打他 那个乞丐起来 真正不用随喜了 所以功德 变成阿瑟士王 所以各位你要 你走到哪里都要随喜 但是不要慎喜 随喜完以后 还要普接回向 因为如果你不回向 功德一生气又没有了 早上你布施了 到我们寺庙 布施了一万块 高兴了不得了 晚上就跟你老公吵架 没有了 火烧功德林 但是如果你做完功德 马上回向 愿意使功德 庄严佛净土 马上回向完了 那这个功德永远跟着 那各位要具足这些功德 所以我海涛 以我累劫修行功德 供养各位 各位你要说 赶快 你晚上睡不着了 就像吃饱饭 我真的修了很多功德 我每天 每天至少点两万盏灯 每天至少有二十到五十场 大放生烟共 照佛像 你要一直念随喜 稍多稍多稍多 我那天去看到我们照须法师 哇 这土地好大 所以要告甘露禅师 随喜功德 昨天八关灾计 我赶快掏一千块 功德了我的 随喜打斋 我都用我妈妈名字 为什么用妈妈名字 你用母亲的名字 功德变百万 孝顺 所以两个名字可以用 一个是母亲 一个是众生 所以用我的名字 所以有一个菩萨 他很会做功德 然后都用他的名字 然后他就问 他说 冤亲在主都没操作 我说对啊 你从不用你冤亲在主的名字 做功德 所以各位 你要把你的冤亲在主 取个名字 像我的冤亲在主 叫福恩 我讲给你听 就叫你回想给我的意思 福恩 所以我都用 如果哪里不顺 身体不顺 我就用福恩 去做功德 点灯放生 那福恩有福报了 不欠他在 我就OK了 所以你要用冤亲的 这个里面佛教很喜欢 达到无我 你就没有我的名字 妈妈 在主 众生 所以让自己 习惯这样 习惯这样 不然你 你捐了五十万 没有念我名字 不舒服的 所以我一直念福恩 大家是欧能海盗法师 福恩 那是无论如何 各位要 要做 累积这些功德 因为你累积这些功德 你到每一个地方 就可以把这功德 布施到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 会更有福报 那你不是福报更大吗 因为你一直在付出 所以我每次要教各位 念这个 所以念是 翁阿翁 翁就是把你自己身体 所做的功德 阿就是把你嘴巴 念佛诵经所做的功德 翁就是把你的这种 立他的心的功德 通通布施给对方 叫翁阿翁 那除了自己的功德不够 翁阿翁也代表 诸佛菩萨身口意的功德 所以你念翁阿翁 诸佛菩萨的身口意 就可以净化对方的身口意 所以祈求诸佛菩萨的功德 加持对方 也把自己身口意的功德 布施给对方 然后呢 翁阿翁 那你越布施 你自己就越踏实 舍一得万 所以我想 缺什么你就布施什么 很简单 腿不好 布施鞋子 眼睛不好 布施眼药水 胃不好 布施胃药 所以佛陀也在一部 叫功德经里面 讲了很多布施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以前 看到很多人走来走去 没有厕所 所以他就去盖公共厕所 因为这样 佛陀生生世世 不会拉肚子 再怎么东西给他吃 也不拉肚子 除了佛陀最后一次 四线 故意吃纯土的毒香菇 是故意四线的 要让他自己拉肚子 然后呢 这样 死亡 所以生病死亡 这是佛陀四线 除此之外 佛陀说他从来没有 因为他过去是布施厕所 阿难陀 阿难陀 像好庄严 三十像 为什么 布施给出家人洗澡的用具 所以各位 有人要盖寺庙 师父 厕所多少钱 浴缸多少钱 对不对 就解决了 布施 那你钱少一点 毛巾也可以 肥皂更好 牙齿痛吗 布施牙刷 牙膏 那有一部叫 佛说布施经 有的时候上网 他告诉你 布施什么 布施什么 那这样以后 事实上 这个就是种福田 如果你 你现在外面找不到法师 那你就供养爸爸妈妈 还有拜祖先 我不知道各位移民到加拿大 祖先有没有带出来 要哦 你不要说不要哦 有些人的借口说 不敢拜 我一拜拜 我儿子不拜怎么办 祖先你就拿一个牌位 红色的 纸就好了 姓陈写个 陈氏历代 祖先 然后旁边要加个 妻子父母 杨上名字写好 就放着就好了 早晚供水啊 供水果 这是非常大的功德 因为这个是世间福报 孝顺 孝顺不是光现在的爸爸妈妈 七世父 历代祖先 一定要孝顺 那孝顺是希望他们离苦 所以你为他们念经 供佛 然后呢 也布施食物 那这样你会有 世间很大的福田 所以你仔细去观察 仔细细细去观察 这个世间很多很有钱的人 他们的基本就是孝顺 当然孝顺是一个起因 再来就是口业很重要 守口如瓶 所以玉皇大帝是 送我们中国人认为 玉界天里面算福报最大的 虽然它是第二天 但是它是福报最大 那玉皇大帝 这时候有这么大的福报是什么 念一下 守五戒 修七功德 所以各位虽然你很会修福报 如果你破五戒 福报就会不见 所以要守五戒 背一下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喝酒 这个个都会背 佛陀说 你守一条戒就有升天的福报了 那光守五戒 那七德行呢 背一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不骗人 讲话柔软 就是不骂人的意思 不背后说是非 慷慨不失 不动气 这七条要守好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讲话柔软 不背后批评 不骗人 慷慷慨不动气 不是不生气 是不要动 要忍 所以佛陀说 忍辱的功德超过一尺戒 尺戒的功德超过一布施 那余皇大帝 那余皇大帝就圆满了这个七德行 所以成为逃离天主 那太阳呢 太阳里面有个太阳 日公天子 月亮有个月公天子 他们是二十八护法 也是个大福报者 他们修了四种功德 你也讲 孝顺 慈戒 供养出家众 典灯 他做了这四个功德 你也讲 孝顺 慈戒 不失 就是供养生众 典灯 特别典灯 所以他们亮 日公月公 那现在的太阳日公天子 他已经到了补处菩萨 补处菩萨 已经像兜率天的 补处菩萨的 叫十一地了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什么时候成佛呢 他是在显结千佛以后才成佛 哇 这个太阳照得可久了 你要知道 做菩萨 二十四小时 都在用他的悲心 没有悲心就没有阳光 就没有热度 他一直累积这些功德圆满 到显结千佛 无量的时间 他才会成佛 但是如果他没有累积这个功德 没办法 就像弥勒菩萨 每天六次 礼拜十方诸佛 替众生忏悔 弥勒菩萨是用这个方便法门 他不是修苦行 替所有众生忏悔 忏悔到所有众生业障消除 那个时候他来成佛 那时候人的寿命八万岁 所以 那我想 我们为了修福报 福报的基本 念一下 慈戒 布施 慈戒得升天 布施得大富 忍辱过一切 如果你修忍辱 那更好 也超过布施慈戒 所以佛陀的福报 向好庄严 就是从布施慈戒忍辱来的 那布施慈戒忍辱 就可以消除你贫穷痛苦的因 什么贪心 伤害跟称慧 就是正思维 正思维就是消除贪心 称慧跟伤害 所以布施 消除贪心 慈戒消除伤害 忍辱消除称慧 所以倒过来说 各位你要得到一个富贵 富足的人生 你不能有贪心 称慧 伤害的想法 至少要减到最底 所以透过布施 你可以不但可以 结善缘 又可以消除自己的贪欲 透过忍辱 可以消除自己的称慧 还能够累积广大的福报 我想要这个 特别修菩萨道 如果福报不够 你一下就要进入 我要修禅定 我要修密称 修空性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前面所做的 我们佛教叫 这叫出击 要下世道 我们修行分作 下世道叫人天福报 中世道叫解脱道 上世道叫菩萨道 那你要达到菩萨道 那你一定要 下世道 中世道 要修得好 实修 不是看书看完了 菩提道次第 看到上面 然后就开始修上面 下面都没修 那你就变成一种学术派 学术理论研究者 对你也没帮助 因为你没有那个 实际的资粮 你要去修菩提心 修空性的智慧 所以那下世道 圆满了 布施慈戒 刚刚讲的 包括孝顺父母 那进一步 你要体悟无常 为什么 刚刚所讲的快乐福报 都是暂时的 不永恒的 佛教叫有漏的 有漏的 不就近的 你让你做皇帝在久 让你做天地在久 就像刚刚我们 今天这个叫 希尔顿 对不对 我们站着吧 师父你知道吗 这个希尔顿现在的老板 是第三代那个美女 是吗 我说对 那我们要调查调查 那上辈子造什么因呢 为什么这个 这么美又有钱呢 人家一定造什么因 我们好好来水洗它 对不对 那问谁呢 拔杯啊 上辈子 我老实讲 我缅甸有一位 老和尚 是我的老师 他是禅修 正入 入禅定 开发神通 不是通灵 问他这个就很懂 因为我 我觉得这样有好处 因为我会相信因果多一点 只是他跟我说 他闭关这三年 所以他相信观音菩萨 他说闭关 他是按照 世神体解脱照的修 但是他很认真 在定中看到观音菩萨 所以他说观音菩萨 也教他各种修行的方法 所以虽然他是修南传的 但是呢 他内心里面对于观音菩萨 中国佛教很尊敬 那我认为说 这种神通还可以 这个已经超越他的巴黎文了 如果巴黎文是不沉润这些的 但是至少 他把这些真相讲得很清楚 比如说 因为我就带很多信徒去问他问题 怎么办 有个信徒说 我老公可能会有外遇 那牢上怎么办呢 他说很简单 送一个枕头给出家人睡 你老公就不会跟别人睡 有道理 他说缅甸就是这种方法 你送枕头给出家人睡 所以这边好几个 我在台湾一讲 收了一大堆枕头 真的有用 我跟你讲 还有身体会酸痛的人 也要送枕头给出家人睡 因为出家人是福田 他睡了枕头很舒服 就不酸痛 那你身体就不酸痛 有没有道理 我就跟老婆上说 你这个还很合道理的 他说这个是缅甸佛教的传承 还有你希望你的儿子 不要做坏人都做善事 因为很多人烦恼 那就问老婆上说 送拐杖给出家人 因为出家人如果需要拐杖 他就会不会跌倒 意思是说他会走正路 那我爸爸那时候 85岁开始 就是不能自己上厕所 要人家付 我就很担心 我每天从外面到浴室 都给他铺地毯 就把他跌倒 我每天担心的不得了 请一两个人 因为我爸爸又高又壮 那我就很担心 所以担心到后来 没办法就问老儿上 那是五年前 老儿上说 送十二支拐杖去老人院 给其他老人保证不跌倒 我爸爸到89岁 往生没有跌倒过 这是真的哦 我讲完你们就 那海盗法师带我们去嘛 放心好了 答案都帮你收集好了 大家的问题 大概150个真人真事 得到实验成功的案例 包括我哥哥 我哥哥癌症末期 脑瘤4.5公分 因为他似乎陷癌 我请他吃素 他就好一点 后来又吃肉 又发作 到了第四次 就到这边了 那我哥哥跟我哥哥说 你不能死 我哥哥说 我当然不想死 因为你死 我妈会伤心死 不行的 所以我说 你还是要坚持吃素 然后我就 特别为这个事情 跑到缅甸 问这个 老法师说 叫你哥哥一定要吃素 我讲了 还有神痛吗 第二个 请赶快为他种两颗椰子在寺庙 各位要记哦 椰子代表头部 头部怕中风 头痛 你就要种椰子 所以我马上替我大哥 种两颗椰子 怕他无聊 就请他念普门品 他说他念得快背起来了 吃素 就这样开刀以后 非常圆满 到现在 变了一个人 很亲切温柔 天天陪我妈吃饭 以前不陪的 因为他为什么不能吃素 他老婆说 开刀怎么吃素 吃素不是找死吗 西方思想 对不对 那没办法 所以他没办法吃素 不能谁煮给他吃 那我说还不简单 你天天陪我妈吃 我妈没人陪她吃饭 你陪她吃又孝顺 对不对 所以他 他现在很相信 因为这个是符合佛教原理的 房子卖不出去怎么办 有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 你要把那个房子前面的土地 用很多水把它扫得很干净 洗干净 土地公就很高兴 从来没有人要洗我的 洗干净以后 拿一个真正的竹子 在出门的右边 敲十七下 就好像给他 烧痒一样 敲完以后 发个愿 土地公啊 如果你让我房子卖出去呢 我就去供养 照须法师一百块 然后放完医院以后 OK啦 但是如果你房子要顶出去 譬如说是店面 那怎么办 他说 那家放一杯水在楼上 供养水给土地公 那一杯水供养他 那这个房子就容易顶出去 这个都做过实验了 我还会调查 当这个人问了这个问题以后 我去调查 他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有人自杀怎么办 要为他点三盏灯 灯下面要摆水 因为在缅甸泰国 叫水灯超度自杀者 那这些方法就是佛法 虽然问的人是为他自己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为众生 所以所谓大乘佛教 不是说你读地藏经 是大乘佛教 而是你有利益众生的心 就叫大乘佛教 所以膝盖痛怎么办 腰痛怎么办 都有答案 还有夫妻希望感情好一点怎么办 回去看你们夫妻的相框 如果是黑色的赶快换掉 一定要红色的相框 或是红色的圆圈围起来 最好用红色的金刚节绑起来 然后那夫妻就不会吵架 再来 供养包子 供佛 夫妻不会吵架 再来 不希望发生错误的爱情 要供养 要供养树包子供佛 就不会有错误的爱情 去爱上赵旭法师 这个要问清楚了 所以这些男女朋友经常吵架怎么办 供养白糖 供佛 所以缅甸 他不是说你修行什么 是你供养什么 以佛的力量来化解这些世间痛苦 这是缅甸的传承 而且缅甸人深信不疑 因为他们都失证了 所以你到缅甸来看 通通都是爷子 通通都是香蕉 为什么要跟他香蕉 不会漏财 消除障碍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9月27号至10月17号 印度红法行程 10月10号星期二 上午 印度 十轮金刚大塔 落成典礼 下午 参访大爱道 比丘尼四月 及燕共 10月11号星期三 仁登古佛圣诞 广泽尊王千秋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身行与恶行程 一亿倍 印度 铁丘仁波切 四月法会 10月12号星期四 念卢射纳佛 大事至菩萨 持在处罪一千节 行天王爷千秋 印度 铁丘仁波切寺院 慈悲师时 即铁丘仁波切开示 10月13号星期五 念地藏菩萨 卢射纳佛 持在处罪一千节 上午十点半 印度 缩结仁波切寺院 举办开幕仪式 下午两点半 恭请缩结仁波切开示 10月14号星期六 莲花生大事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 十万倍 上午十点 印度 缩结仁波切四月 观世音菩萨 灌顶法会 下午两点 莲师圣虎 慈悲师时 10月21号星期六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十点 新竹浦缘佛道院 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幼拱祭慈悲师时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11月3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摘处罪两百节 诸圣夫子圣诞 南昆吴三王爷千秋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下午两点半 金门文化局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4号星期六 佛陀应允返回人间日 小神通月 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 一万亿兆倍 上午八点半 金门金湖 综合体育馆 罢冠灾解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5号星期日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万兆倍 下午一点半 金门金湖 综合体育馆 点签灯 供签水 祭大蒙山慈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6号星期一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此斋除罪九十节 苍顺先世千秋 小神通月 观世音菩萨 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 一千亿兆倍 金门佛学交流 11月8号星期三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 十万兆倍 上午十点 新竹普园佛道院 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要贡 继良黄圆满日 大蒙山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敬邀十方大德 勇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金门慈悲金社 举办2017慈爱金门 两岸祈福消灾超建之旅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3号星期五 下午2点半 心灵讲座 记护生 地点 金门文化局 地址 金门县金城镇环岛北路一段66号 11月4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举办八关灾戒 11月5号星期日 下午1点半点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平日在家修行 譬如念经文吗 布施慈戒吗 就是如法 我想修行讲的就是六度万行都要 布施慈戒 忍辱 忍辱也是修行 精进禅定 般若都要 所以按照经典 所念的去做 就对了 只是现在的众生苦啊 所以我们要多放生 多回向 多施食 这也是修毕竟